游戏王卡图故事之《荒野的女战士》 很久以前 民间有一位女剑术高手 长大后由于经常活动于荒野一带 民间称呼她为《荒野的女战士》 她与冲锋队长共同组队 在民间康复正义战上妖魔 而后又与队长共同加入军队保加卫 而在一次独立开展的任务中 她遇到了战士带格雷法 而格雷法却像着了魔一般 二话不说朝女战士攻击过 就在双方站得难分难解之时 依次元的通道突然打开 将女战士传送到了依次元世界 而在依次元世界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在女战士坠落地面之际救下了她 她是漂泊在依次元的生团者 她把她所知晓关于依次元的一切 告诉了女战士 并将依次元的力量传授 而掌握依次元之力的荒野女战士 也成长了依次元的女战士 并掌握了依次元隔离机的使用方法 进行空间传送 而好景不长 格雷法也通过次元的传送 来到了一时间 再次对女战士展开追杀 而这次交锋 女战士通过掌握的次元力量 成功将格雷法的武器 进行空间转移 使格雷法重伤了自己的左臂 但格雷法左手的伤势 却在快速地运动 随着格雷法手臂组织的快速增长 她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其增长的手臂组织 开始侵蚀身体的其他部位 鸡脚骨刺不断从格雷法体内掌出 格雷法也因疼痛不断来跑 随着一身低沉的怒火 格雷法变身成为 漆黑之魔王 面对已经失去理智的格雷法 女战士直面恐惧 向魔王发起找战 最终运用异次元的力量 将格雷法击入另一个时空 但为了避免漆黑之魔王破坏其他世界 女战士与异次元的战士一起 通过异次元的力量进行传送 来到漆黑的魔王当时所掉落的世界 在这个时空 女战士甚至遇到了还未黑化的格雷法 但这也让女战士明白 并非每个时空的格雷法都是坏者 随后 异次元二人组接受了国王的征兆 与滴滴暗杀者 异次元之主一起组队 共同开展对漆黑之魔王的讨伐 女战士想找出格雷法黑化的真相 而骑黑之魔王现在又身在何处